我也支持表決啦 那只是因為我們要表達一下我們的立場 我只是做個提醒 因為立場剛剛彼此有講很多了 內政委員會是吳玉生委員 先排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而剛才很多委員都講得很好 現在朝野都與時俱進的 願意讓這件事情更圓滿的做討論 所以那也沒有開公廷會喔 我們就讓他出委員會 但有一個附帶決議 就是我們的健保法的審議 必須出委員會一起討論 換言之今天如果待會兒的表決 是讓他不能出委員會 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一起討論的話 那就會變相變成國民黨團 在阻擋陸生納寶 那是你們要 那是你們 那是你們要給國人跟社會的印象嗎 那是內政委員會的決議 那是內政委員會的附帶決議 我們積極的希望 健保的這邊的討論 出了委員會之後 你要公廷會要協商 都還可以再繼續進行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只是最後因為要表決了 我只是最後這邊要留下記錄 內政委員會的決議 附帶決我已經提醒了 所以如果今天國民黨團主導 讓這個案沒有辦法出委員會的後果 我剛才也提了 那就讓社會來公平 那我個人主張 應該出委員會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一併把陸生中生納寶的事情 橫平心來做討論 謝謝 我想誰支持陸生納寶 誰反對陸生納寶 非常的清楚 不需要亂扣帽子 好 那本席剛剛已經表示過了 錢誰出的問題有涉及到修法嗎 沒有啊 你們如果希望各部會 誰去出沒有涉及到修法 那現在在野黨 其實就是反對政府出任何一毛錢嘛 對啊 那剛剛趙天寧委員提的 這個附帶決議在這邊 那但是要用這個附帶決議來框說 如果待會的表決 我們國民黨的委員 如果說反對送出委員會 就表示反對陸生納寶 這完全背離事實喔 完全背離事實的發言 從頭到尾 國民黨黨團支持陸生納寶 毫無疑問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求主席處理 我個人認為比較客觀的做法 就是再開公聽會 那如果大家不同意 那我們就表決處理了 內政委員會修了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在吳玉生委員組織之下 已經出了內政委員會 那如果說我們這次的健保法 還是沒有辦法一併討論的話 會變成終身納寶 就是繼續扛那個健保之凱 由健保來支付 這個政府補充的這四層 我們把話講清楚 情勢就會變 禮拜五 禮拜五 因為我們總資訊已經完了 禮拜五就可以排表決 那如果我們今天健保法沒有辦法出委員會的話 到時候表決就只有兩人民關係條例 排進表決了 好 那我們記名表決 我們這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條 我們第十條表決 第一案那個就是第十條 贊成只有五個人反對八人 第二十七條 那個贊成民進黨修正 健保法修正動議 第二十七條的 贊成五人反對八人 那接著我們表決第二十七條 二十七條並案 就是所有的案一起表決 二十七條有清明黨版本 也有羅書磊的版本 還有民進黨的修正動議 二十七條贊成五人反對八人 第二十七條維持原條文 好 那我們第九條 本來就維持現行條文沒有爭論 那現在經過表決第十條 健保法第十條維持原條文 全案出委員會 那進行朝野協商 那你們說 本來要出委員會啊 審查完軍要出委員會啊 就出委員會啊 還是要出去了 其他其他的委員會的委員 可能有意見啊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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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的那個宣告 有問題 我們剛剛的表決 都是維持原條文 那你為什麼會 加注 審查完軍啊 我們審查完軍 有委員認為應該朝野協商 那就是朝野協商啊 審查完軍 有委員認為應該朝野協商 審查完軍 有委員認為應該朝野協商 本來就是 有委員認為應該朝野協商 本來就應該 審查完軍 本來就可以出委員會啊 保留本來就可以出委員會啊 我們那天審實官法 保留那麼多條 還不是出委員會了 我想剛剛的那個表決也非常清楚 事實上今天這個修法的意見討論是沒有共識的 那國民黨黨團我們這邊 國民黨的委員我們都是持反對的意見 維持現行條文 那剛剛主席的宣告呢 他是說出委員會要朝野協商 事實上剛剛大家的那個意見表示已經非常清楚了 所以我建議就是說維持現行條文 那我們沒有出委員會 各種招可不可以 我主張用主席財事的案 如果真的要表決 要用主席財事的案表決 就是沈俊完畢出委員會送朝野協商 用這個案下去表決 如果像剛剛王玉銘委員講的 他要另行提案來表決 那就是多數暴力 為什麼是多數暴力 因為那會變成封殺朝野協商的立法院的重要的一個解決重大爭議的機制 因為王委員他要提的案是說 送出委員會 然後不送朝野協商 他準備要提這個案 我剛剛聽到了 如果說出委員會 如果說出委員會不送朝野協商這個案下去表決的話 你們一定贏啊 你們一定贏就是什麼 就是原條文不准協商 這是多數暴力啊 大家要知道朝野協商是一個什麼機制 它是一個在台灣這一個高度的分裂的社會 有重大議題上面高度分裂的社會 這個不好的這種意識文化啦 所以我還是建議就是說 主席剛剛已經財事了嘛 那有人反對嘛 那主席也已經財事說 好那就他的財事來表決嘛 如果真的要表決就應該用主席剛剛那個財事表決 好那我們就按照剛剛我的財事進行表決 一定要進行表決不要再講話了啦 就已經要表決了嘛